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干饼四季豆的家常做法 这样做出来,颜色翠绿,鲜甜脆爽 而且有开胃下放,特别的好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就请跟随我的视频,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今天在菜市场花五块钱 买了一斤新鲜的四季豆 今天的四季豆看上去非常的鲜嫩 我们先用手摘去四季豆两头两尾 还有针尖的那根金条 全部摘好之后,再往里面加入干净的清水 用手将它清洗干净 在清洗的时候,尽量用手去搓一搓 这样才洗得比较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再将四季豆放到菜板上 再用刀将它切成长段 长度大概在四五厘米左右 切好之后,将它装入盘中 放一盘备用 再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先用刀拍碎 拍碎之后,再擀刀 将大蒜切成蒜末 蒜末切好后,眼妆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四个青椒 将青椒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眼妆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辣 将小米辣也切成圈 切好之后 和青椒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小把干辣椒结 下面我们起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辣椒和大蒜 再下入四季豆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四季豆一定要炒熟 不然吃起来可能会正毒 最少翻炒一分钟以上 如果家里的火不是很大 尽量多烧一会儿 烧至一分钟左右 我们来调味 一勺食盐 少量的鸡精 一点点蚝油 继续开大火 快速地翻炒 让四季豆炒至入味 大概也是翻炒一分钟左右 这时候我们的四季豆 基本上已经熟了 再把刚才切好的青红椒 给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地翻炒 让青红椒炒至淡生 大概翻炒三十秒钟左右 再次强调一下 一定要开大火 那样做出来 颜色才会更加的漂亮 也更容易熟 最后我们往里面 勾入一点薄切 再快速地翻炒 让汤汁熟干 那样我们的四季豆 还比较肉味 大概也是一分钟左右 好了 炒成这样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大家看到 这个四季豆 颜色那么翠绿 一定感觉没有熟 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大火炒了四五分钟 绝地是熟了 放心大胆地食用 因为炒蔬菜 如果你开的是大火 在不加水的情况下 颜色是不会变的 如果您加水去煮一下 颜色保证会变黑 或者是变黄 吃起来也没那么鲜香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